卓西乡办公大楼披荐计划 从102年乡公所积极筹备推动到现在 最后是获得了内政部营建署办公厅设 披荐计划6500多万元的最高限额补助 不过受到疫情以及花东地区 招标不容易的影响而流标了 乡长吕碧嫌是倍感压力 目前也积极的赶办 希望能够在年底之前 完成上网招标的作业 卓西乡立图书馆后方这一片将近7公顷的土地 在不久的将来将处立乡公所新办公大楼 这个基地我想做是南区比较大规模的一个大楼 那有四层楼 它本身就将来也会兼这个延续中心上课的 因为这三四楼它就是一个很大的 就像电影院一样 以后在室内可以在里面上课都很方便 那也可以兼做这个收容所 往以台风或者有一些这个需要避难的 我们就可以做收容的一个中心 所以将来如果做了 它会成为南区最好的一个行政中心 乡长吕碧贤在102年上任第一年就积极筹备推动辟件新办公大楼 解决预定地的土地问题 顺利完成新办事业计划通过还评 再来也在去年108年 向上争取获得了内政部营建署办公厅设辟件补助计划 6500多万元的最高限额补助 而今年推办规划计上网发报工作却有些不顺利 眼看年关将近 相公所也为此忙得不可开交 被感压力 我们的设计是1亿5000万 那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上网以后第一次都流标 我们现在再上第二次 补助款再加上地方配合款 则是向新办公大楼批建工程经费将近1.5亿元 规划四层楼的建物 而吕碧贤说未来会是南区最具规模的行政综合大楼 配合周边黑熊步道400公尺田径场以及两个类球场 打造卓西乡的小巨蛋 而今年10月份 相公所第一次上网招标流标后 相公所重新减项修改再上网招标 相公所吕碧贤相信好事多磨 目前相公所也正积极赶办 希望能赶在年底前完成上网招标作业 明年度可以顺利动工批建 记者是玉兰卓西采访报道